大家好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要接下來來講 如何設計一個全極點的金格結構 我們知道我們前面講的都是FIR的金格架構 現在如何利用金格架構來設計一個全極點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講的 IAR 的架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內容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IAR 那雖然這邊 IAR 同學還沒有看 之前還沒有介紹過 但是我想這邊說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在之後濾波器的設計的時候 我想我們會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好 那基本上 IAR 它是我們這邊提到是全集集點 也就是說 這個系統它基本上只會有集點 看到說它分子部分只是 E 而已 所有系統放的都在分母 所以它的根都只有在分母 也就是說它是全集點的 IAR 濾波器 好 那它系統的 Z 方形形成這樣 那如果它寫成胎桶面的話就是說 它的輸出會根據過去的輸出以及輸入 來決定我們現在的輸出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IAR 的架構 好 如果我們這邊做一個思考 如果我們把這個式子 把它的 Y 跟它的 X 做對調 也就是說我們把 Y 換成 X Y 換成 X X 換成 Y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 Y 變成 X Y 變成 X X 變成 Y Y 再把這個式子 做一個整理 整理 好 那我們來看 整理成什麼 整理完之後變成 S of N 等於這東西 變成這東西 也就是說 Y 等於這東西 好 那這東西看起來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做這樣的改變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原本 各位同學看一下 原本這是一個 IR 濾波器的設計 但是我們經過 S Y 對調之後 我們發現到整理完之後 看起來它是怎麼樣 有一種格式 什麼格式 像這樣的格式 這格式是什麼格式 F IR 的架構 F IR 是我的輸出 等於怎麼樣 我的輸入加起來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透過這樣的 S Y 對調之後 發現到說 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像 F IR 的形式 也就是說我們 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利用我們之前 F IR 設計過的方式 我們直接 S Y 對調 來變成一個 IR 的架構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用 F IR 的型格架構 因為最後發現到說 一旦對調完之後 它的數學式子跟 F IR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F IR 進格架構 來實現 IR 只要將輸入跟輸出做對調 這是它的想法 所以我們這樣 一旦做對調 什麼對調呢 就是把我們的輸入 變成我們原本進格架構的怎麼樣 F N 輸出 反而變成 F 0 所以之前 S 是 F 0 輸出 Y 是 F N 因為它一旦輸入輸出對調之後 發現到說它的輸入居然變成 F N 輸入輸出變成 F 0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圖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我們的 原本的輸入對不對 我們看到原本的進格架構是長這樣對不對 各位看到從這邊切到 這邊是原本的進格架構 然後如果你把這個進格架構 翻過來看 是不是剛才像剛才看的 我的 X 經過 兩條路進來 灌到系統去 只是說現在這個輸入輸出對調 整個翻過來變成這樣 我的輸出 F N 是接我的 X N 反而我的這個原本的 X 0 是接我的輸出 原本的 F 0 我的 X 0 接我的 Y 就是把整個進格架構對調 只是說這邊不動 輸入不動 輸出不動 只是把整個進格架構翻過來 發現到說整個架構變這樣 所以我們從這架構 就可以直接來實現 全起點的 I R 看到這邊輸入 然後這邊輸出 我們可以翻過來就可以看到 接下來我們來看 IR的進格架構 也就是說我們把 輸入變成 F N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剛才的進格架構 我們可以推倒成這兩個式子 跟剛才一樣 這四子 最後輸出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 F 0 也就是 G 0 可以看到這架構 我們的 F 0 好 F 0 這等於 Y 0 等於 Y嘛 G 0也等於 Y嘛 然後這邊的 X 怎麼樣 就是 F N 翻過來 這是 IR 的架構 這是用 FIR 去實現 剛才上一個部分的方式來實現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二階的方式 二階的方式等於說我們的 F 2 F 2 就等於 S of N 換句話說我 F 1 可以照那個金格架構去 去設計 把它寫下來 那我 G 2 也是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一直照剛才的金格架構去推倒 我們可以去置換 置換完之後發現到說我們的 Y 最後怎麼樣 就是 F 0 G 0 我們來看看主要那個金格架構 它跟之前講的係數 就發現到說我們的 Y 0 最後怎麼樣 它的係數是長這樣 是長這樣 好 G 2 是怎麼樣 就下面那條路 它 G 2 係數是這樣 我們發現到說我們二階 這個二階的 FR 架構 它的輸出 輸出的係數 輸出係數是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好 輸出係數這東西 我們發現到這個係數啊 這個係數啊 跟這個 G 2 啊 它怎麼樣 關係是怎麼樣 這個如果 SY 對調 如果把這個 SY 對調的話 看到說 不好意思 這邊看到說 F i 輸入輸出的關係 好 可以看到說 這個如果把 SY 對調 它輸出它順序剛好電倒 有沒有看到 它順序剛好電倒 好 有沒有 這個數字 這個順序它剛好電倒 它有電倒 電倒 Y 跟 G 2 它的這個順序 係數順序剛好是電倒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 Y 好 所以 Y 是這樣 好 也就是說 Y 再把它整理一下 好 把這 X 把這 Y 移過來之後 把這些 Y 移過來之後 把這些 Y 移過來之後 把這些 Y 移過來之後 等 S 會等於這樣 G 2 等於這樣 G 2 等於這樣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係數是怎麼樣 也是顛倒的 好 顛倒的 這邊有說明 好 所以上面兩個 四值 順序顛倒 好 上面兩個數字 四值 順序顛倒 好 那我們這邊講那麼多 金格架構 它的實現的方式 好 那我們現在提到一個 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用金格架構 剛才講那麼多 例如說粒子轉換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金格架構 首先 如果我們用全靈點 就是我們之前 Part 所提到的全靈點的 FR 架構 跟我們這個 Part 所提到的全基點的 IR 架構 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也可以用金格架構來表示 這是它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 如果我們要實現一組 所謂一組是怎麼樣 假設有 M 個 FIR 假設它的階數分別從 一階到 M 階 那用傳統的方式 你要存幾個係數來實現 這 M 個 FIR 的濾波器 因為你一階就是要一個濾波 一個係數嘛 兩階就兩個嘛 所以你要這麼多個 M 個 係數分別從 1 到 M 你是不是要這麼多個 是 1 加到 M 1 加 2 加 3 因為一階就一個嘛 二階就兩個一直加加 所以你要實現 M 個 是不是 M 加 1 乘上 M 除 2 的係數 但是如果你用金格架構的話 它可以用串的 所以第一個金格 就可以實現一階 第二個金格 串上去變成兩階 所以一直串串串串 像堆積木的方式 所以總共用 M 個 反射係數 就可以去實現 一組 M 個 FIR 的 這樣的濾波器 所以每一級都可以獨立 這是它的好處 可以省掉一些記憶體 就儲存 第三個呢 我們知道說 如果這個 A N of Z 在這個全摺方式裡面 它的根如果是在單位園裡面 假設我們來以 IR 系統來講 如果我們 IR 系統來實現的話 它是全幾點嘛 那幾點的位置 就會代表系統穩定度 那我們在之前學過 如果幾點在單位園內的話 系統就會怎麼樣 就會穩定嘛 所以有得說 這邊得到說 如果這 A N of Z 它的根如果在單位園裡面 代表怎麼樣 全幾點穩定 那這樣全幾點穩定 代表這系統是穩定的嘛 這濾波器是穩定 它會走個現象怎麼樣 它的反射係數怎麼樣 這絕對只會小於一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控制它的反射係數 如果小於一的話 我們就能保證說 這系統是怎麼樣 是穩定的 所以在你在實作 在設計上的時候 變得不會那麼複雜 你只要控制K的系數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系統是否穩定 所以我們通常在一些語音處理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用這種 Lattice結構來實現 我們的一個 這個Vocal Track的一個 綠波器的設計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 在這個part 我們學到了如何設計 一個全幾點的 IR 綠波器 那 IR 綠波器的設計方式 我想跟之前 FIR 的設計方式一樣 只是我們發現到說 如果把那個 IR 的系數 SY 對掉 發現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FIR 的一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說 直接用FIR架構整個翻過來 就是說原本的輸入變輸出 輸出變輸入的架構 就可以來直接實現一個 全幾點的 IR 的綠波器 好 在下一個part 我們要介紹 如果這個綠波器 不是只有全幾點 也許它有零點 也有幾點的話 那怎麼辦呢 是否可以用 金格的方式來設計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part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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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